前方黑色轿车走走停停忽快忽慢 骑士一时动弹不得赶紧按喇叭提醒 对方停了下来他则从左边超车继续骑 但喇叭声早就引爆驾驶怒火 随后跟了上去把他给拦下 结果警方到场两人火气还是很大 从路中央吵到棋楼 骑士一口咬定是驾驶违规在先 但对方也指控是骑士先骂人 驾驶气到连口罩都拉了下来 两人音量越来越大声 远景忍不住制止 请他们小声点不要再吵了 一个一个慢慢讲 驾驶说他当时没有要违停 只是前面有车要先让对方过 结果突然就被骑士按喇叭 这起行车纠纷就发生在19号 接近傍晚5点桃源龙潭龙原路上 路并不大 一个车道就比车身宽一点点而已 画面曝光后许多在地人说 这里常常有人围停买东西 后方戒机车就得冒着逆向风险绕过去 双方表示不愿互相追究 警方会针对该路段持续加强执法 不管是哪种行车纠纷 还是先报警处理 以免引起更大冲突 TVBS新闻 林志伟 吴云亚桃源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